迎接2022年新希望新北市跨年烟火将在淡水河岸登场 12月31日晚上8点22分 在淡江大桥的施工构台上会释放13分14秒的烟火 希望扫除疫情的阴霾 同时也展现淡水以及巴黎河岸的观光魅力 新北市跨年烟火秀侯友宜信心满满 强调比101的烟火秀更好看 邀请大家来比一比 因为淡江大桥是920公尺 那这一次释放烟火是13分14秒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一生一世就爱你 我们基座是一公里长 它的长度就是101的两倍 以及我们这一次释放的高度是350公尺 你从巴黎端 你从淡水端 你都可以用最美丽的角度来看 烟火分为9个篇章 范围长达1公里 是101大楼高度的两倍 而且是全台首建的跨核烟火 首度以弹中弹方式增加烟火虚放的效果 那这里面我们特别请我们这个日本七彩千轮的弹中弹 还有3D手工造型的空中烟火 来创造不一样的空中烟火 再加上音乐跟世界的感受 会让你今年在睡末的时候平安的度过 影响明年 淡水及巴黎河岸都可以关上烟火 配合防疫规定 参加的民众需要全程戴口罩 静止边走边吃 落实勤洗手 量体温与食联制 记者房间开心北市采访报导